在地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出現本土零感染 34宗新增病例全部屬於境外輸入 其中北京佔最多有21宗 其次是廣東9宗、上海有2宗 亨龍江和浙江各有1宗 累計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有189宗 北京第一次出現 由盧森堡和匈牙利輸入的病例 隨著境外輸入情況加劇 北京市宣布即日起 不再受理獨居入境人士居家觀察申請 而最先爆發疫情的湖北 第一次沒有新增確診或移設病例 不過武漢早前連續5天 出現經由悶診確診的病例 有內地傳媒引述專家說 屬於危險訊號 擔心社區內還有未被排查出的病原 可能令到疫情死灰復燃